说起江文,最直观的形象是这样,刚硬,粗糙,有黑的脸配一副小巧柳原的眼镜,自身的粗线条带着原生的执拗劲,而通透精细的眼镜似乎又把他眼中那份难得聪明气而稍稍显露,这正是他的气质, 气氛生猛野气,又暗自留了三分细腻,而这也是探掌握看完他的新作后最大的感受,邪不压正黑的文,2018年7月10日晚,古北水镇,长城剧场,邪不压正的剧本在这里创作,镜头在这里取景,于是首映也自然被江文选在了这里,城墙下的露天剧场,映衬着山野的夜色,江文为邪不压正,选择了露天首映, 当所有人都在担心霄野会突然飘雨时,他却执拗地说,再多人反对,我也坚持,一句偏执地回应,瞬间向在场所有人证明,还是那个江文,没跑,探长我也把第一时间观影的感受和大家分享,成长, 江文的角色定位,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到邪不压正,23年光阴,江文的电影由新生长成青年,而这次邪不压正,在探长,我看来讲的,也是一段成长的经历, 邪不压正改编自张北海的小说《侠隐》,原作讲述了青年侠士李天然,为追查诗门残暗,而深入北平的经历, 其间特务,探监,豪门,宁愿等各色人物轮番登场,随着他寻仇的脚步,北平也在炮火中陷入战争,援助的冲突在寻仇, 但生长于北平的张北海更多的琢磨于民国时期北平的风貌,胡同,租界,市井,江湖,风味十足,熟悉江文作派的都知道, 老江绝不会老老实实照出拍片,影片中的李天然是个无口逃生的幸运儿, 当年他在灭绝尸门的惨案中侥幸逃生,长大后的他学成归来,背负组织安排的任务, 用私藏复仇的心智,急于去证明自己,往往越是想证明心智,便越容易陷入心魔, 援助世界人物的寻仇度,铺开北平的风物群像,电影《世界民国北平的风物群像》, 完成了李天然由稚气懵懂到大彻大悟的经历,回看江文的作品, 相较于时代,背景,情景,他正愿意去透过角色的经历和变化传达自己的思考, 鬼子来了那马大三死之后,才看清世事,一步之遥的马走日失去后才懊悔不及, 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大愿孩子们在懵懂中告别了人生中,最后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, 经历成长前邪不压正只是理想的口号,就像李天然有仇报仇,伸张正义的天真, 而故事讲的正是这份天真逐渐消失,民国,江文的叙事空间,邪不压正, 是江文民国三部曲的收官之组,从让他风声的仗子淡飞,到背负争议的一步之遥, 再到如今的邪不压正,江文好像很是痴迷那短短暂而混乱的时代, 不过,江文曾在采访中这样形容民国时期,民国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, 只不过是一个半脏、半臭、半知名地的社会, 为什么他吐槽民国的种种,却又拍了三部曲, 看他的民国三部曲,你会发现江文没有撒谎, 他镜头里的民国混乱丑陋,让子弹飞中当权者麻痹不忍, 一步之遥理向飞田的背叛陷害,邪不压正理汉奸欺世灭祖, 廖凡在邪不压正中,贡献了令人恨之深,又多人笑不停的迷人反派, 怪到荒诞,民国时代短暂而混乱,怪想其谈腾出不穷, 因此容得下江文离经叛道的影响, 一步之遥的超见识剧情,可让子弹飞的光怪落离皆如此, 他借用最具可塑性的时空, 为自己的人物和剧情捏出的或是意义或乌浊的背景, 在邪不压正中,将文介军阀政权下的北平, 营造了特别的空间感, 民国时期的北平城里,连城片的胡同像, 弄留下一片片连坠起来的屋顶事迹, 李天然功夫了得, 所以经常飞檐走壁, 而他的飞檐走壁, 把北平分割出两个空间, 屋顶上是他来去的空间, 冬天盖着雪, 夏日摇着夜, 李天然自由穿梭在屋顶的世界, 展示了赤子的自私狂放, 彭于燕屋顶裸奔, 被江文拍得特别美, 屋檐下则是容不下他的现实, 仇人的追杀和乱世的鬼旗都令他迫不及防, 既然有乱世, 肯定要出英雄, 江文是个带着英雄主义情节的人, 但是他的英雄主义又带着淡淡的悲剧气质, 就像我在前面所说, 这是个成长的故事, 无上无下的分裂, 最终还是要归于同意, 李天然的那份天真正是因此而慢慢消散, 而开悟的痛苦, 也让他成为真正的狭者, 女人, 江文的崇拜对象首映里上江文谈言, 我把女性放在很高的位置, 我喜欢仰视她们, 在邪不压正中有两个永然不同的女人, 一个是许晴饰演的明月唐凤仪, 自从老炮儿过后许晴的风韵越发出众, 而邪不压正中的凤仪, 更在姿色中浸透的骚劲, 从欲望到物质她一样不落, 一个是周韵饰演的恋女官巧红, 她是京城里出名的裁缝匠人, 但裁缝的身份背后, 还隐藏着不被人知的过往, 不得不佩服江文, 从把女人拍的厌绝, 和江文、廖凡、彭于燕之间的男人戏不同, 凤仪和巧红两个女性角色, 未满是打了沙沙的男性世界, 融入了安慰和疗愈的气质, 凤仪是欲望, 巧红是至极, 江文七分的狂野是英雄侠义, 三分的细腻便在此了, 就是这三分细腻, 填补了李千然另一半, 通常, 观众对江文有着两种极端印象, 一是英雄主义的浪漫细致, 一是精英主义的孤芳自上, 其实这两种印象都源自戏谑和讽刺, 江文总喜欢用黑色幽默来表达细碎的思考, 好在邪不压正在内容和形式间做了权衡, 这使得邪不压正在保持风格的基础上, 比较子弹飞更有情爱而, 一一不知咬更加潇洒常量, 当然, 江文的趣味依旧没变, 虽说邪不压正, 可他却是正邪之间难得的一阵风骚, 作为民国三部曲的收官之作, 邪不压正多多少少带着一种使命感, 八年时间完成三部曲的江文值得肯定, 毕竟是他在《让子弹飞》中说出了那句, 站着把钱挣了, 也是他在《一不知谣》中说出那句, 老老实实做人, 认认真真演戏, 至于邪不压正又会有哪些精辟台词, 我就不剧透了, 只等影片明天7月13日正式上映。 我们下一个机会来The